解凯刘德凯女友神秘面纱 无锡人小他16岁64岁自身男性刘德凯今年以这些年 那些是永夺金钟戏王 小他16岁的女友 颁奖当天陪高龄于90岁刘妈妈 在家观赏典礼直播 平时刘德凯女友还会买包包孝敬准婆婆 两人感情相当甜蜜 刘德凯以往情史和资深女星刘雪华的一段情最受瞩目 一周刊报道 他有过二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是配音皇后王景平 两人育有二子一女 199 七年 刘德凯在婚娶法国女子安琪 生下小儿子Kevin 但这段婚姻仅维持十年 据了解 目前陪在刘德凯身旁的女子 小他16岁来自无锡 不久前刘德凯曾被媒体追问是否会再婚 他淡淡表示 没必要 就是个老伴 据悉 刘德凯女友不仅对准婆婆很孝顺 之前刘德凯小儿子Kevin来台观光 他也带她逛台北西门丁 每月更会提醒刘德凯 记得会见给前妻 不会在一丁一半雨前 其仍有互动 陆盘认爱后首发声 重发退一步 心情会继续努力 男性陆盘日前认爱 20岁女性关小彤 掀起轩然大拨 外界对于这段恋情 毁欲参半 公布恋情后 男女主角佳神隐 直到昨日陆寒才终于又在危 伯批欧文 告诉网军他会继续努力 陆寒任爱后首发声 陈奕迅财报节目黑箱 纳英扇思中国新歌声大陆歌后 纳英担任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新歌声 原影 中国好声音 导师长达六年 日前同样担任导师的Eason 陈奕迅才在其他节目自爆黑箱 指出听从导演建议才按钮转身 真人秀的真实性备受质疑 纳英也回责Eason 违反职业道德 没想到今天 11日 纳英就透过工作室发声明 宣布闪死导师 令人错愕 声明写到随者 第二届新歌声比赛的落幕 六年二班全铁学员正式毕业 而我这个导师 是时候要休息一下了 并强调一直以来 始终怀着为华语乐坛 挖掘心绪的热忱 经过六年越来越深刻意识 到音乐是公平的 但透过残酷的竞技赛制 或许是节目的制胜法宝 每次选择时 内心总是饱受煎熬 心力交瘁 因此决定求去 辞去导师纵然不舍 纳英也表示轻伤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江湖再会 粉色也 不舍留言内紧辛苦 好好歇歇 你在或不在 我们都在 尊重选择 因为我们爱你 也有粉丝期待 纳英在辞去导师后 能尽快筹备 全新个人巡演 纳英 陈奕迅 中国好声音 金牌制作性丑闻 好莱坞丑陋前规则 近百年内停歇 有人或许以为 好莱坞的潜规则 Casting Touch 或肉体交易 造成历史 但这一周来的丑闻 却让人大开眼界 从挺身控诉 这名制作人 温斯坦性骚扰的名单 越来越长 显示这项 由来已久的陋戏 如今依然存在 第一个震撼 好莱坞的丑闻 是1921年 邪性肥仔阿巴赫尔 Rosgu Fetty 阿巴赫尔 参加 狂欢派对 强暴压死性感女性 维琴尼亚 拉佩 Virginia Lapp 阿巴赫尔经过 三度审判或判无罪 情圣男性 艾洛弗林 Aero Flynn 和贝威力 爱德兰 Bevoli Adeland 交往两年 刚开始爱德兰 才15岁 弗林1942年 被控强暴 未成年少女 也获判无罪 女性穷考林斯 Jone Collins 说 她是进好莱坞 打骗埃及艳后落选 是因为她不肯 和片场老板上床 她说 我未待遍两度视镜 最被看好 她把我带进办公室 对我说 你真的想要这角色 我回答 我真的想演 她说 那么你需要做的 就是好好对我 穷考林斯 说她无法办到 流着泪夺门而出 改变女主角 最终被伊丽莎白泰勒 郭敬天心秀兰 邓波尔 Shirley Temple 在回忆录童星中指称 一向以冒险性的肉体交易恶名 招张的一位米高梅 MGM制片 1940年初次见她时 就拉开裤子拉链 向她显露兴气 当时她才12岁 性感巨星玛丽莲梦露 Mary Lynn Monroe 对色域熏心的片场老板 和制片更不陌生 她在回忆录 《我的故事》中直言 你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好莱坞 就像人挤人的挤远 是个旋转木马 围绕着为种马准备的床 绿野仙宗女星朱蒂佳伦 Judy Galland 也是前规则受害者 为她作传的作者克拉基指出 她在16岁至20岁屡屡 被米高梅骗唱高层 伸俭诸首或求欢 其中最恶名招张的是 米高梅电影公司创始人 之一路易 梅耶 克拉基写道 梅耶称赞加伦的歌声唱自内心 同时把她的手伸向她的左胸 同时把她从每个字幕里面